大家好,ASTE到我,這次介紹的是TOMICA11號 對,幾多個月 應該沒有一年的,半年左右 終於有行貨Fanguard 神經病 今次這輛,我忘記了幾個月新車 但我忘記了幾久之前 人們很快就買完了,他跟初回限定版 這輛,嗯 普通版就快點降價 但初回就到這陣子,因為行貨而降價 我這輛車都用了$65買 好,11號 Enso Ferrari 對,然後是版權 這些都見過了 看看帽子弄成怎樣 對,基本上全部法拉利都是紅色,是普通版 今次這輛,好像有點復古的感覺 好像是混合了方程式賽車 這個叉位就好想起方程式 然後它的燈這樣擺 然後如果是全屏的話,就像舊車一樣 對,不知道設計完鏈又如何 也不太熟悉這些車 也不知它有多快 暗光能得避震 這輛還跟其他Lava Warby 又... 這隻是什麼來的? 這隻是什麼來的? 忘記了...Miss Spider 不是,Miss Spider 沒有說 哈哈,他不說 搞錯 忘記了這隻叫什麼 那... 那... 都是這樣 很少避震 很貼地 那...今次都印光了 法拉利標誌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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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有趣還是沒有定尾翼 對了 只有Lava Warby 原來這帽子全部都沒有 OK 它不做定尾翼的 只有能保堅尼的 對 不太清楚為什麼 那... 走得不錯 好啊 接下來2月又有法拉利 問你死了嗎 又搶過了 那影片來到這裡 真的很簡單 一個帽子不錯 挺帥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